陈素 景田 陈学东 以及陆寒 黄轩 王俊凯 欢迎各位 这部影片的主题可以用五个词概括 信任 责任 忠诚 热血 牺牲 可以说最终正是凭借这种中国精神拯救了世界 除了故事的大背景呢 影片的多处细节都能够体现张一谋导演 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坚持 好的 再一次欢迎我们电影《长城》剧组的各位主创人员 欢迎 好的 下面让我们欢迎电影《战狼2》剧组的各位主创 让我们欢迎导演兼主 然后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三百多位我们的电影人的这样的一个盛会 心情怎么样 非常开心的 就非常荣幸能够跟这么多电影前辈 电影人的前辈呢 来学习 也是机率自己跟编册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这次 小凯是在里面有扮演角色的这个我们的《长城》也是收获了提名 心情开心吗 挺开心的 因为《长城》这部电影算是我就是大荧幕的第一个作品 也是非常意义深重的 对对对对 那你在里面的话 你怎么评价陆涵的演技呢 因为我们其实是分开开的 所以我不知道陆哥 但因为看了电影之后觉得陆哥也是演得非常好 也值得学习的 好的 好的 谢谢我们的小凯 谢谢 一会儿见 谢谢 还对 同意啊 同意啊 喜爱 三位呢都是内地优秀的歌手和演员 而且作为中国电影界年轻力量的代表 他们有着超越年龄的执着和坚持 而且一直在向观众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深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那近年来他们也在电影领域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和探索 王俊凯的作品有《解忧杂户店》以及《长城》当中都有着优秀的表现 在公所城乡以及《智取微虎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 都塑造了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 为观众所赎爱 来 有请我们三位年轻的演员到我们的采访区来 有请 可以说三位当中其中有两位已经迈入了影视高校 对于表演一定有自己的心格 是非常幸运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认可 而且现在他们是唱而优格演 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爱上了演员的这个职业 我们不妨请三位分部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心中所理解的演员这个职业 所带给他们的这种成功好不好 好 我们先请郑凯开始好吗 因为我最近因为我是野心电影学院全中吧 所以说我觉得演员就是 我也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能够参加到成全剧的拍摄 让我感受 提前感受到演员 对于演戏这种心心烈焉的精神 那么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下去 感谢观看